台南是左镇区的二辽村 是一个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偏僻部落 人口外流严重 剩不到几户人家 但这里却有一间烘焙屋 听到的人都质疑 老板是不是头发派去 原来这些五年级生 林黄银放下自己 打拼一辈子的面包店 毅然决然回乡 照顾高龄的双亲 而她的面包里 藏着什么样的滋味 愿意让许多客人 不远千里而来 只为一尝她的孝亲面包呢 一起来看看 天光云影瞬息万变 壮阔气势震撼人心 这里是左镇二辽 拥有全台独一无二的 日出美景 美美吸引不少的游客 不过事实上 这里是一个前不着村 后不着点的偏僻山区 人口外流严重 而在这深山里 却有一家新开张的面包店 迫不及待 等着开工 轻按慢压 力道均匀 面团立刻乖乖听话 展现出最完美的姿态 轻松几刀画下 里头香气浓郁的芝麻 马上探出头来 林黄银四十年做面包的功夫 果然不是盖的 仿佛台湾版的少林足球 所有动作一起喝成 这是她每个礼拜五 一大清早的例行公事 也是她最开心的做面包时间 林黄银夫妇的面包店 原本开在市区内 一周营业至少五天 现在回到深山里 一个礼拜只开工两天 香甜诱人的奶酥馅料 包入一团团Q弹有劲的面团内 林黄银想好好把握住 深山里每一个赚钱的机会 就快四十年了吧 三十八九年了吧 做面包其实很辛苦 时间很长 葱花都松 赶面团的手镜 最能看出师傅的功力 力道平不平均 手镜够不够巧 决定了一块面包的生死 这个轮廚要转动 那个力道要平均 要不然它会破掉 这样 这样就断掉了 蚝啊 蚝啊 鱼桃面包 我这样怎样 画几刀一卷就在咬一刀 这鱼人啦 这随意啦 不一定要画几刀啦 香甜松软的芋泥 藏身在面团内流畅飞扬的线条里 味道飘散在空气中 还没进烤箱就香气扑鼻 一条条看似平凡的吐司面包 却有着一对年过半百姑父最不平凡的兼职 为了照顾双亲 林黄盈省下了十多年的心血结晶 然而这个决定却差点掀起了家庭革命 对啊 因为那个决定太冲促了啦 因为毕竟在台南做十五年的你 都是老顾客了啦 你突然 突然这样子 突然说收就收 就是真的很舍不得啦 你要喝凉的吧 对啊 九十多岁 早已失智的林爸爸身体还算硬朗 智商却退化成七岁的小朋友 有时候连自己的孙女都不认得 他三 差不多三年前了 三年前 他还会骄傲到家庭革命的 他觉得很明昔的啊 都有叫他打招呼 对啊 对啊 我一来打招呼的时候 我三个人说 我不知道 你怎么好啊 我已经失智了 你才来打招呼 他要打招呼就知道吗 这个他的女生就不认识了 不认识了 他不知道他送呢 他就我听到问说 那女生是谁 我开始开一台车来放开 开那间店 前后都开十五年了 就是买了看两个四大人这样 不忍心 我就说 我回家处理 不认识了 听天明了 都要吃饭 要吃饭啦 不只爸爸失智 八十三岁的妈妈也不良于行 连照顾自己都成问题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烦的 没关系 喝好 不 没啦 我烦的 没 来 还差一点 是吗 這個太陽很貴 真的很貴耶 好吃就好了啦 這次我們老婆鄉農 先有分泌 沒有意思 送去機率了 機率去 剛才鹽了 不然要唱歌 減搭 他說 醫生來 讓我問 你們家是吃到肉嗎 我聽到我說 他說是怎樣 他嚴重的營養不良 不要太油太重 或是不要太鹹就好了 因為每一項東西都吃 他營養都吃得到 你如果說 像他們以前都很節儉 所以吃東西都蠻 真的還夠鹹 所以那些東西都比較營養不足 每週固定回家探望梁老 卻發現他們越來越瘦弱 林荒怡幾乎都紅著眼眶回家 他暗自在心中下了決定 不管怎麼樣 還是自己的親人來照顧是最好的 請我來不一定會盡心 還是自己的親人照顧是最好的事 雖然陪伴在母親身邊 可以享受天倫之樂 但夫妻倆總得先餵飽自己的肚子吧 於是林荒怡把老家改造成烘焙屋 靠著老顧客下訂單暫時解決 營收問題 儘管林荒怡抱著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情 但山下的老顧客卻時時刻刻思念著 這陪伴他們十多年的好味道 於是山上的麵包店每週開張兩天 林荒怡的小女兒還會放下小孩上山幫忙 只為了一緣爸爸孝親的心願 哇 十一點沒了耶 等一下要做那個蛋糕吐司啊 那個 他技術上他都不學 只會學一些包裝啊 做一些雜事啊 嘴上唠叨 林荒怡可感激著女兒的那份體貼跟窩心 自己從十三歲就離鄉背井到市區當學徒 學密貓的淚他最清楚 怎麼會捨得出嫁的女兒跟著他一起吃苦 打蛋的時候就要小心不要讓那個蛋黃破掉 它分開的時候也不要讓它破掉 就破掉在裡面有蛋黃 它就打不起來了 三十多顆黃澄澄的蛋黃 在林荒怡輕柔喬手下 乖乖的在盆子裡排隊 過篩後的高筋麵粉 彷彿空氣中的銀白細血 要跟鍋爐中的奶水 一起激蕩出最美妙的滋味 當蛋黃哥跟蛋白妹再次相遇 兩者只想呈現出自己最完美的姿態 但這一回還是得透過林荒怡的橋手牽線 才能完美結合 讓他們彼此毫無缺憾 這個沒有辦法 機器可以替代嗎 不行 沒有辦法 一種機器它這個周圍腳不均勻 攪拌好的蛋糕糊 跟包著餡料的麵糰 一起放進容器內準備進烤箱 此時林荒怡卻對烤箱的溫度不太滿意 老公正業叮嚀 老婆時刻留心 烤箱的溫度得不時用手監控 你看我們在工作太多肉真的是 不能夠做這個 真的是 而且要能忍受那個燙 熱度 把蔥花細細的撒上 已經拖了香酥肉鬆的麵包上 或者在麵糰卷上 仔細的鋪上一層層的蔥花 接著統統送進烤箱裡 不一會功夫 一個個香氣撲鼻的麵包出爐囉 接近傍晚時間 出貨的時間快到了 母女倆加緊腳步 就怕老客人到了 沒有攤子 找不到人 老婆的摩托車跟女兒的轎車裡 載著她們一家人辛苦了一天的成果 也承載了林荒怡一家人的希望 攤子才剛剛擺好 老客人七手八腳 趕緊上門搶豆 得等上一個禮拜才能吃到的 有古早味的台式經典 老麵包 他70 50加120 129 330 不是 你拉上面有的 總統都會把我關心弄得很好 來來 來 看看快點 來 吃 它口味吃10罐 這個東西吃的喝就要不得了 白日買的就不要買 它的管料比較好 對 你吃不一樣 所以我說鞭沒100餘子這放這裡買 天色渐暗 但这对母女在棋楼下 为了一个家 为了成全先生心愿 而努力打拼的身影 却更加的清晰 也看老客户一一上门 热烈寒暄问候 一天的辛劳 仿佛都瞬间消失 对这些老客人而言 这对母女的小小面包摊 不仅仅代表着可口与安心 更是一个女人 拉着女儿坚持守护老公 用爱跟孝顺所制造 来自深山里的孝子面包 台南人爱吃锅烧意面 但是你能想象 一碗面完全被新鲜的小卷淹没吗 连面都看不到的夸张景象 将近有20只的小卷 铺好铺满 卖相超吸睛 口感更是新鲜Q弹 曾经缔造一天卖出300碗 一个月狂卖了1.5吨小卷的惊人成绩 老板陈凯威本来是开饮料店 在店内兼卖起了锅烧意面 不按牌里出牌的她 在面里面加过了鱼肠 加过红巡都失败 穷到身上连200块的现金都没有 最后是小卷让她从谷底翻身 找到了人生的新兴望 陈凯威为了要维持小卷的品质货源 甚至还包下了整艘远洋渔船的小卷 店里保证全年不缺货 她要用这碗夸张的小卷锅烧意面 持续攻占老饕们的心 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想过 说在一瞬之间爆 光小卷 我三个礼拜可以卖掉1.5吨 那是1500公斤 你好 小卷锅烧 这个面是在吃小卷 不是在吃锅烧意面了 根本不想赚钱吧 是不用钱的吗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台南的一间饮料店 这间饮料店人气最高的 竟然不是饮料 而是让台南人为之疯狂的小卷面 这碗小卷面曾经缔造 一天丰卖300碗 一个月它卖了1.5吨的小卷 是不是很惊人 我们现在来寻找一下 老板... 你好... 请问你就是传说中的小卷达人 陈凯威吗 是 这一盘就是我们的小卷面 就是这一盘 就是它让台南人为之疯狂 好多喔 多到不知道怎么吃呢 鲜甜 然后海味很重 外面绝对吃不到这种东西 我是在做古代的面呢 你上面小卷的那个很鲜 它很鲜美 甜甜的味道 非常新鲜 小卷 意面 让人傻傻分不清的美味 新鲜小卷摆满整碗 连面都看不到 客人们嘖嘖称奇 因为这样的薄烧意面 全台南只有这里才吃得到 根本就是在吃小卷 不是在吃锅烧意面了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白牌 我们现在年轻人最爱拍照 跟你讲 它那个小卷很脆 很像我人去到澎湖了 我常来吃 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报到 可是他们家都是大排长龙 每次要吃一碗 那个小卷意面都要排个两三小时 为了吃上翻红的锅烧小卷面 等再久也是心甘情愿 现点现煮 陈凯薇在厨房一开 就是四个炉子 一锅海味 一锅面虾 等待交汇的那一刻 我们在解冻完成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筛选掉了 小卷穿上大概一分 至一分半 不可以超过一分半 它肉质会变老 新鲜饱满的小卷铺在面上 一圈不够 再来 再来 一直要到铺好铺满 陈凯薇才愿意端上桌给客人 所以你们今天点了干的跟 这个干的一个干的一个汤的 好吃 这看起来大概三十只应该有吧 根本不想赚钱吧 这不用钱了吗 让男女老少为之疯狂的 就是这些浮夸的小卷 陈凯薇忙碌的穿梭店面和厨房 备料 煮面 摆盘 上桌 早已是日常 每天最重要的事 就是要把小卷顾好 像这种就是里面都有结冻嘛 你不可以硬撥 撥了会破皮 然后破皮之后 卖相也不好 然后价钱本来就有差了 每一份解完冻的 两个小时以内一定要卖完 比较有弹性 这种代表都是新鲜的 从鱼团上面刚出来 我就到我们这边来 这老板跟我们讲说 其实它这个解冻 不是这样子解冻就好了 每一只还要调对不对 像这个 解冻完成是有弹性的 小卷我们才会用 不知道镜头看不看得清楚 但是手感非常的有感觉 这个就是蓬蓬有后感 对 陈凯薇对小卷的品质要求 十分严格 每一只都必须经过挑选 才能入合 挑完的小卷 再加入冰块保鲜 饱满的程度 就像是刚捕捞上来的一样 我们家的小卷 整年都不会缺货 店里的生意慢慢上轨道 陈凯薇现在的信心满满 其实也经过一段低潮 他常笑说 是小卷让他看见了人生的希望 加过红蟹 加过鱼产 都失败 会卖小卷是一个贵人 给我们的建议 本来也是想说 使马当活马医 本来如果失败了 可能今天也没有了 对啊 退伍之后就开始当老板 陈凯薇的妈妈 因为怕儿子在外学坏 出资开店让他做生意 于是选择了加盟饮料店 陈凯薇收起完心 努力充事业 脱离加盟体系之后 他打算自己创业 却遇上了一连串的不顺利 我们一天大概只做三千多块 连服务员工薪水都付不起 惨况是到说 舍不得去外面吃饭 没有钱啊 没有现金啊 我身上连两百块都没有 生活连温饱都有了问题 陈凯薇足足吃了店里 一个月的东西 习惯报喜不报忧的他 甚至老婆都不知道店里的状况 父母的金元 更让陈凯薇统恨自己的无能 当然不好过 快四十岁了啦 存责里面没有钱 五年小朋友的学费 都是爸爸妈妈他们在缴的 你没有打三天也是没法打 对吧 就多少我们不要买白就好了 生意每况愈下 一开门就是得面对钱的压力 员工薪资 厂商货款 都追着陈凯薇袍 试过许多的产品也都不见起色 陈凯薇开始疾病乱投医 什么东西都想加到锅烧面里 却是更加重了成本负担 他以前买那个 但是有放那个红薯嘛 对吗 因为他都放在那里都挖的嘛 现在你如果放两天就死去了 死去我怎么改吃啊 我改吃啊 选择高档食材 但是客人不买单 陈凯薇备受打击 几乎是快要放弃 在一次的机缘之下 朋友建议他不如改用小卷看看 这一个想法改变了他的命运 然后我是觉得铺满满的 看起来效果还蛮不错的 我是有问他说 你有算过成本吗 刚研发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给妈妈看看 他说你怎么会放这么多 你确定你划算 你不要到头来又是一场空呢 老婆的支持和妈妈的提点 虽然心里充满着忐忑不安 但为了生活 陈凯薇毅然决然 推出小卷锅烧一面 当天早上讨论 当天下午测试 当天晚上就干嘛 其实那时候也不指望会成功 把这一次的机会当作最后一次 夫妻俩每一个步骤都战战兢兢 汤头用大股蔬菜下去熬煮 意面的品质也是要顾到最好 浮夸的小卷面才推出不到一个月 就成功吸睛 迅速爆红 这却也为陈凯薇带来不少考验 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说 这种东西会在一瞬之间爆 不可能啊 光小卷 我三个礼拜可以卖掉1.5吨 那是1500公斤 我们刚在街厂商的时候 人家也瞧不起我们啊 他说你们怎么可能 有办法吃下那么多的货 到后来他说不对啊 凯薇你们怎么 货不断地在进而不断地在催货 日卖300碗的销量 让陈凯薇必须要用香来同货 才能维持小卷量 而为了保持小卷品质新鲜 他甚至是直接和船东洽谈 把整船的小卷都包了 这边是安平渔会 这是我们台南卖海鲜 算最新鲜的地方 我们这边都是远洋渔获的小卷 然后我们先都是先寄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晚上再过来这边拿货 像我们这种小卷就是我们俗称的船洞小卷 就是他们在远洋渔船作业的时候 他们在船上就帮我们处理分配 活到我们这边的时候 下来就是一整块一整块 像这种皮都是干净的 而且都是完整的 这就是我们你说的 完整的不是破皮衣 有啊有些都觉得我们外行 然后也不跟我们谈 就是比会比较瞧不起 因为我们毕竟算是新入门的人 万事起头奈了 为了拿到好的小卷 又要维持一定的量 在一开始入门时 陈凯薇确实缴了不少学费 但这也让他快速学到 其中的美妹嘎嘎 而脑筋动得快的他 更是不放弃每次推出新产品的机会 看一些新鲜的海产类 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所以是店里下一个 可以去研发出来的新菜社 所以小卷成功了 你有比较有信心吗 有啊有啊 就是因为有现在还会有店 还会在 热情的锅炉里 翻炒的是店里的新口味 麻油小卷 火冒三丈爆香出的姜片 让小卷在锅里挑动得更有劲 麻油的味道 完全没有抢走小卷的风头 而是在Q弹之中还保有鲜甜的海味 对陈凯威来说 小卷让他重新站起来 所以他绝对不会吝啬给客人最多最好的 分量很多 超级多 看到这个数量才来的 慕名而来 超越我的期待 原本想说锅烧意念跟小卷 应该是不会那么魅力 结果很搭 刚好是长辈 比如我阿嬷跟我老婆跟贵人 他们愿意拉我凯威一把 不然今天也不会有这家店的 周遭朋友没有一个人跟我说凯威你迷信的 他就跟我说凯威两个月了 美男 两个月了 老婆谢谢你 让你那么辛苦 成功的小卷一面 其实就像陈凯威和老婆的结合 一个热情澎湃 一个内敛温柔 在最好的时候相遇相守 这一碗是俯城台南最吸睛的火烧意念 点点滴滴的情感永保新鲜 说到美食之都台南 有很多店家把火烧虾做成各种美味 其中有一间百年虾仁饭 如今传到第四代 由叶姓金跟丈夫宋展维接手 当初因为父亲的奏事 加上阿公后来也离世了 让这家店一度快经营不下去 还好做女儿的叶姓金 愿意扛起祖先传下来的家业 跟当时的男友宋展维 一起接下这个重担 让这个百年好味道继续飘香 大锅子里炒到风景运游 等到烟雾散去 露脸的是南台湾特有的美味火烧虾 虾子都是火烧虾 很好吃 都是海的 就吃起来有个焦香味 然后蛮嫩的也蛮新鲜 很好吃 那就是一种自然的甜 海味的甜 不是一种那个人工的甜味 我们有虾仁饭 虾仁饭三碗 这间位在台南海岸路上的虾仁饭 创立在1922年 目前是第四代街班 由叶姓金跟丈夫送展维接手 为了让这百年老店有新风貌 夫妻俩画下重资重新整理了一番 但不变的是 这碗百年火烧虾仁饭的味道 这两个人吃饭吗 好 真好吃 我说说的实在我就都买到吃了 已经有50年超过了 它的饭是比较有重口味 比较好吃 因为这个饭我们是用柴鱼高汤下去炒的 做法比较日式 所以就是用柴鱼高汤下去做基底 然后下去放着炒虾仁的汤汁 跟饭一起下去炒 这位头发很有造型的宋展维 接班有17年了 透过开放式的厨房 一眼就能看到他料理虾仁饭 就像是艺术表演一般 先放猪油大把葱段 接着放入火烧虾一起大火爆炒 以前糖都是从台南种的 糖来得方便 所以台南人都吃得很甜 加入了白糖跟酱油 短短时间大火炒出了糖香 酱油更帮上下跳躍的火烧虾 抹了整身红 每只虾子卷曲紧致 看得出那是鲜虾才有的Q弹曲线 其实东西新鲜调味就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其实虾仁饭也没有什么就是 酱油跟糖而已 将炒好的火烧虾放置一旁 底下的锅子接着是火烧虾的精华 因为这碗虾仁饭走的是日式丼饭风格 所以炒饭得加入柴鱼高汤跟虾仁汤汁一起拌炒 只见一颗颗米粒在锅中 米粒稀饱汤汁精华 一旁的伙伴得赶紧赶快把此碗排开阵仗 迎接这百年好味 这碗古早味虾仁饭没有过多的人工调味 靠的是天然食材的鲜 最重要的是光看那只只海味十足的火烧虾 铺在上头就让人垂涎三尺 最少是要吃虾仁 大概十一或是 可能都不能少吃 不是养的喔 所以它规格不一定 也三个就可能 最主要营养的是火烧虾 不是一般的白鱼 火烧虾有特别的这种味道 所以它不会很大 它会滴 刚炒起来是湿的 那我们的米饭它需要去吸取 那个里面的汤汁 烤色炒饭它必须先放一下 它不要马上吃 但是有些客人喜欢吃 刚炒起来那种湿湿的感觉 台语的汤汁去搅拌过的 所以那个饭不会太湿也不会太干 我觉得刚好 然后刚好有很感丁的感觉 口感 它的饭很软 然后虾很嫩 这样整碗大碗吃得完吗 吃得完 还会想再吃吗 会啊 一碗好吃的虾仁饭 很多客人都会再点上一碗鸭蛋汤 因为在早年播完火烧虾的壳 会拿去养鸭 生了鸭蛋 再拿来配火烧虾仁饭 成了一个食物链 而后来宋展维将这鸭蛋 煎成半熟荷包蛋 配饭吃更是美味 因为有些客人他真的就不敢吃半熟的 其实我真心推荐是半熟蛋 你蛋你可以整个咬下去 你吃到那个蛋黄的那个 整个充满在嘴巴的那个味道 半熟的鸭蛋蛋黄流下去 吃下去的味道很特别很好吃 新化 从新化来吃 我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才来吃 好吃啊 要买了三天 四天 他们老店了 现在都要买鸭 对啊 都要买鸭 老客人回味无穷的这碗饭 得从百年前 阿祖夜城的时代说起 当初阿祖开始在卖东西的时候 它是属于日本料理的方式 可能包个寿司 炒个乌龙面 然后卖一些简单的冬饭这样子 后来就可能就是有 这些渔民就抓了很多的虾子 那可能大家就在研究说 我应该怎么把它处理 那所以整个台南来说 就会有 有些料理是用这个火烧虾下去做 可是到了吉公跟阿公他们时代的时候 他们就把所有东西都拿掉 就单纯卖一下冷饭 民国四十二年 夜城退休之后 把胎子交给儿子 跟第三代的叶茂松 也就是叶姓金的父亲 在女儿眼中 父亲为了家祭 总是早出晚归 早上很早就出门 然后他要在开店之前 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 他要把那个菜鱼高汤 眼淡的方式跳到那个以前那个电影 我们以前那个茶鱼片是自己跑的 就整块的那个大茶鱼 跑到那个手筋断掉 大动脉一直出血 就赶快弄着 赶快跑到医院去疯 没日没夜的工作 叶茂松累到身体出现了问题 依然舍不得放着虾仁饭不管 那时候好像是都在高雄去洗肾 他自己都自己偷跑回来 他可能他有他自己没有办法 舍弃的那种使命吧 但意外总来的突然 父亲的奏事也是为人吓人犯 电修的时候 他在那边擦电风扇 然后不小心摔下来 然后刚好又被铁梯子打到头 所以他整个资助那么破裂 那所以忽然间就是 对 他也是在交互冰房躺了九天 由于父亲走得突然 加上后来阿公也走了 这间已经卖了超过一甲子的火烧虾仁饭 该何去何从 曾经引药出去也是一个选项 那天是要被喊出去的 然后妈妈就说 我们有没有想要走 那时候我们其实都在外面上班 都在饭亭上班 然后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觉得说 这好像因为我们的钱就是 生活在这个环境圈里面 没有想那么多 真的 只是觉得说 就接下来做好了 由于母亲的不舍 加上夜信金想要延续父亲 申请了志愿 于是跟着当时做厨师的男友 宋展维一起决定 要把这个家族的重担担下来 这种好了 这蜜蜜蜜 因为我老婆说 如果照排序的话 现在应该是 我的藏人会继续接下这个棒子 把他传承下去 但是我的藏人就不在了 所以他就问我说 要不要来帮他完成这个事情 算是帮我的藏人 来做这一份事业这样 虽然宋展维有厨师的底 不过这蜜蜜做工繁复 像这火烧虾得一只只剥壳去藏泥 都是得靠人工 也让当时的他吃了不少苦头 帮他洗身体 他身体洗好之后 再来就是去壳跟去藏泥 三个步骤吧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必须一只一只一只 我一开始不会剥啊 抓不到诀窍 剥块的那个已经 他的腰也不行了 因为这个要多 要骨 要硬 你真的跌到蝎了 除了剥火烧虾之外 店里的猪油也不假炭之手 还有这灵魂主角柴鱼高汤 也是得每天现煮 柴鱼它对你们的店来讲 是很重要的 是灵魂啊 因为我们炒饭跟煮汤都会用到它 一开始我也是觉得 这应该不困难 但是你真的进来的时候 你觉得很多事情很多事情 你必须亲力亲为 然后你要去调整 以前煮饭啊 然后这个炸猪油 我们都是用那个 柴烧的方式下去做的 其实工作环境也很恶劣 那个灶其实 烧到后面空污的问题 其实也常常被邻居 所以说后来我们就不断的调整 那我们后来就用瓦斯 让整个厨房的设备 会比较现代化一点 为了传承虾仁犯的好味道 夫妻俩互上父亲的路 接班17年 每天从早忙到晚 直到89年前生意稳定多了 才想要生小孩 因为人家会说 你怎么要生小孩 那时候也是会一直 一直问 结婚之后 大家都会一定要 都是问同样的问题 然后就检查 就开始做事管理了 我打了几百只针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趁年轻 刚开始就是 没有想过多 就是拼事业 要包的 有包包的 一块 一块 回想这一路接班 繁杂的工序 虽然早已经理出了规则 但与客人的互动 才是他们这一路走来 感触最深的 五大两小 你后面开了吗 还想 后面开了 你就把它带进去 台南人 应该是说 生活不掉慢 但是心里面是很急的 然后不太喜欢等 那我坐下来 你就应该要知道 我是你的老客人 你就要知道我是什么 所以你刚开始 遇到这种老客人 你记得住吗 被骂几次就记得住了 被骂几次真的就记得住了 因为你每天都被骂 夫妻俩内心也清楚 有的老客人会这么挑剔 也是因为一份感情 回想一路走来的心境 宋展维说 来吃这碗虾仁饭 真的不仅仅只有美味 而是都有一段 猛趣的故事 像墙壁上 挂了很多明星签名 有些人已经不在了 而在他的心里头 有一个遗憾 就是自己的表哥 来台南找他 结果却因为东西卖完了 没办法做给他吃 成了心中永远的痛 因为他跟着那个 员工旅游来台南 他就从那个饭店走开 他说我想吃饭 我说可是我卖完了没有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你下一次再一次 结果我记得那时候 应该快暑假了 然后他一个车祸就没了 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是 擦干眼泪 宋展为说 接了虾仁饭之后 他觉得世上很多事情 都是老天的安排 所以他得更认真努力 与老婆一起守护家业 另外除了虾仁饭之外 有厨师抵折他 为了提供顾客更多选择 做出了很多可口的小菜 像是凉拌云饵 凉拌猪肝 每次番茄 那我们这个猪肝都是 当天新鲜的温体猪肉的猪肝 然后配上蒜头 然后那个姜丝 还有香菜 下去做调配的 因为这小菜的部分 其实现在的人都喜欢 多一点变化性 下去做搭配 那这些东西 都是比较开胃性的东西 所以说在搭配虾仁饭 其实是不会强调虾仁饭的主体的味道 另外夫妻两会将老店新生 重新装潢 是因为他们甚深可以体会 从前高温潮湿的工作环境急需改善 所以花钱装了冷气空调 连地板也更新 提供更好的工作与用餐环境 让这间百年老店继续迈向下一个百年 在台南有一家 挖柜老店 老板杨宗林 他用传统挖柜的做法 开发出全台唯一的古早味 创意料理叫做水板粥 那这碗粥当中的白粥呢 有着Q弹扎实的米桑味 水板粥的基底米米 口感更是特殊 其实当初杨宗林会研发出 这碗水板粥 背后有着一段亲情故事 一位教杨宗林做挖柜的大粥子 不幸罹患了癌症 没有办法吞东西 却很想再吃一口自家的挖柜 于是杨宗林临机一动 做出了这碗口感温顺 容易吞咽的水板粥 算最后大粥子还是走了 却让这碗水板粥 充满了浓浓的清清滋味 在台南市一家环秀老店 厨房里弥漫着浓浓的米香 他们正在制作一味 台湾人很少听过 味道却很熟悉的枸杂粥 我们就用那个按摩的部分 然后用我师傅 我大舅只教我的 锤挖柜的工法 结合再做新的变化 把它推出了一碗水板粥 老板杨宗林 李金林夫妇 是著名的麻豆挖柜世家第三代 他们采用自家传统挖柜的做法 开发出一款全台湾首创 也是唯一的枸杂粥 创意料理水板粥 许多客人来到店里 不只希望吃到他们家的麻豆挖柜 其实也是冲着这一味 同样充满古代的水板粥 北桂其实正是挖柜没有加料之前的原型 要做出老味道的挖柜 首先米一定要选用三年以上的再来米 经过研磨之后 浓稠的米浆流泻而出 接着加入煮沸的开水 让米浆熟成并调好饼粒 还得不断翻搅 待会做成的挖柜才不会太硬 倒米浆也必须抢时间一气喝成 这样才能保证整工的挖柜品质一致 杨宗林遵循传统麻豆挖柜的制作方式 一切都要叫K纲 然而水板粥的制作甚至比传统挖柜还更麻烦 其中关键就在于这一锅撞似简单的米泥 所以这个米米是最精华的部分 早上需要去鱼市场拿新鲜的丝木鱼的鱼骨 来熬成汤 然后它是浓缩 浓缩之后再把那些汤用来煨米 然后才结合成米米的部分 大量湿木鱼骨用来熬煮高汤 这个高汤就和米浆加在一块儿 形成了粥底 因为它非常容易烧焦 你只要一锅 你若稍微会比较炒味道 它整锅就是炒味道的味道 那个味道是闻得出来 浓稠却清甜的鱼香米浆入口即化 放进一片一片的北桂 再加上澎湃的板豆籍配料 宛如一锅保留沟渣鼻的纯米分子料理 如此用尽心思做出来的水板粥 口感比挖柜还更加细致 吃来更有一股幸福感 当初杨棕林之所以会来做挖柜 甚至还研发了水板粥 一开始真的是误打误撞 其实我可以说八辈子打不找 不太可能会跟这种行业搭上关系 也是因为我老婆娘家的关系 然后大舅子 然后他们家里的行业别 我才来做这个挖柜的部分 从小杨棕林玩心重 没定性 在还没进厨房前曾坐过Pub 玩刺青 玩机车 但仿佛是命中注定 当年因为爱情 杨棕林拜访老婆麻豆的老家 就才发现她家原来是麻豆 相当知名的百年花柜老店 第一次去拜访 其实吃什么东西 她自己也搞不清楚 后来第一次去的时候 她才跟我讲说 她想到说她小时候的阿嬷家 小时候吃的花柜就是这一种 原来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吃的 花柜的味道 本来是这个样子 让我想要去 对这个东西想要去摸清楚 然后才跟丈母娘开口说 想要跟大舅子 有没有那个机会可以一起做 从此 杨棕林夫妇 就在台南市区 开启了他们的花柜人生 为了能让他们花柜生意 及早步入正轨 大舅子李永祥每天风雨无阻 从麻豆来到台南市区的店里 教导媒婿做花柜 对杨棕林来说 李永祥不只是大哥 更是他做花柜的启蒙老师 师徒粮 然后他妹妹 我们的组合很特别 我们一起跟大舅子 我的师父一起工作 他是在工作的当下 他从来没有迟到过 他每天做的东西 都每天重复的同样的东西 他没有一次失误过 每天三人每日每夜绑在一块 就为了延续真正的古兹笔 就在两位徒弟的功夫 逐渐纯熟 却没想到大哥李永祥 被诊断出罹患癌症第三期 我嫂子有问她说 你看得怎么样 然后她有跟她说没有 她就很担念说没有 医生就说什么 我癌症第三期 然后我大嫂还骂她说 你是不是正经的 你发神经的欲白说这个 直到她自己开口跟我說 她不舒服 那个应该那个时候 要从她的嘴巴去讲说她不舒服 那个真的是还蛮 蛮困难的 现在有时候在想 她会想说 她不知道不舒服多久了 她才开口说她不舒服 化疗期间 大哥李永祥 没有停下做妈柜 知道她再也不能工作 就才由杨宗霖接手厨房的工作 然而却也害怕自己是否真正的 能够扛起重担 她生病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温号 听到她的病 我们就知道 哇 这间店差不多要收起来了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我就不行了 我如果到后面把她收起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又更对不起她 不能对不起大哥的一片苦心 娘宗霖夫妻比以往还更认真经营 只要一有空 就会陪着大哥李永祥 一起到处走走 而即使生病 吞咽都已经困难 大哥李永祥最挂念的 也是自家所做出来的 她想吃哇粿 她想吃哇粿 但是她不能够吃 她这句话在我听来的时候 我会很痠 很辛苦 我每天在这边做的这个东西 然后你会去想到说之前 一起经历过的 然后到最后她每天在摸的东西 她居然也没有办法去吃它 那个时候我才在想说 一直在想说我一定要用一个东西 让她能够尝到那个味道 然后让她能够 那一口把它吞下去 就只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有成就感了 其实水磑洲是因为哥哥 他真的是回去了 才有这一位水磑洲的游览 他可能是不是因为 不知道是在天上 他在保佑我们说 你都常说做我贵辛苦 还没钱啊 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个跑道这样子 然后让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 然后让就是可能更多人 可以接受这种 不失传统的新创意的产品这样子 精心熬制的米糜 加上软嫩的水磅 如今还加入了香肠 三层肉蛋酥跟虾米等料理 就成了这碗滋味丰富 口感温顺的豪华版水磅 如果高材生去卖烧烤 你会怎么想呢 成大毕业的蔡玉玲 她就是这样 在一片的反对跟炒火声浪当中 她继续追逐她的创业梦 虽然一度惨赔到六百多万 不过她越挫越勇 一起来看看这位很会念书 但创业路上却一路颠簸的高材生 最后如何拿出做学问的精神 从酱汁开始研发 替自己烤出了全新人生 肉块在炉火上烤得芝芝作响 逼出油脂 请顾客闻香而来的烧烤店 就隐身在台南后火车站附近 老板蔡玉玲在烤台前忙得不可开交 等一下 先帮我送餐一下 这边鸡刺 四份的六桌 要再堪称美食之多的台南府城 杀出重围 如果没有两把刷子 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蔡玉玲的烧烤店在地经营 已经迈入十个年头 要紧紧抓牢十颗的胃 配布在于各种创意料理 你看这颗色的都很漂亮 都很美 你看 这种繁星 这种繁星就对了 全用当日新鲜的温体猪肝 先削成片状 再用流动的水清洗干净 蔡玉玲不是要拿来煮汤 而是用烤的 因为这个猪肝最重要的就是 它很容易烤到干掉硬掉 烤得太干的话 这个就塞掉了 它的温度就没有了 由于食材新鲜 烤猪肝只需要少许盐巴 和米酒脾胃就能端上桌 它烤猪肝非常的软嫩 对 而且它上面 不会像一般的猪肝 就是煮起来会 就是会硬硬的 对 它就是很软的很好吃 另外蔡玉玲反其道而行 不卖一般烧烤店常见的鸡心 改用价格贵上三成的鸭筋 价高量少 每天都是限量供应 一般在外面的鸡心 它不会处理这么费工 它就整串直接串进去 可是我们的鸭心 我们都会把它开膛裹度 然后把血块举出来这样子 处理起来没有腥味的鸭心 连不吃内脏的顾客 都大为惊艳 甚至日本旅客也来朝圣 它好吃 云的心 云的心臓 他说就是好吃 他说首先没有腥味 我不吃腥的 我是因为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把它吃下去了 我不吃内脏的 那你觉得好吃吗 那我觉得蛮好吃的 蔡玉玲天马行空 把自己爱吃的 通通拿来烤过一遍 包括传统早餐店常见的油条 他也放上烤台 做成酱烧烤油条 来 七桌油条 如果想吃甜的也没问题 五彩缤纷的棉花糖 一个个串在竹签上 烤过之后更加外酥内软 不过在尝试新菜色的过程中 蔡玉玲偶尔也有失败的时候 像我烤过草莓 觉得烤起来烂烂的 酸酸的 自己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那还有烤过 我记得还有烤过海参 就海参应该是比较软 里面富含水量应该都把它90 所以烤之后它就干掉 然后说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不是每样东西都会成功 在外界眼中 蔡玉玲颠覆传统 不断从失败中找答案 但她更坚持的 竟然是涂在食材上头的烤肉酱 不买现成 而是自己做 我们家都直接就是用纯米酒下去熬制的 不加任何一滴水 这个方法是饭店的厨师教我们的 对啊 第一个可以放比较久 然后第二个她说这样子的味道是最好的 16罐米酒豪迈开瓶下锅 接着倒入白胡椒粉以及柴鱼片增加香气 最后还要加入两种糖 冰糖和麦芽糖 让口感层次更丰富 我们就是加一些麦芽 增加它的甜度跟它的油 油光亮光度 这种是一个老店的老板教我的 他说这样子你在刷烤肉酱的时候 你需要多一层那种油油亮亮的 让人家看起来感觉很好吃 要做出美味的烤肉酱很快不得 经过四小时慢火炼功后 还必须放凉慢慢发酵 等一天半的时间 才是烤肉酱 风味最迷人的时候 我们这一桶的成本 大概是三四千块左右 也曾经被笑过 因为人家都直接是买现成的 然后再喝一点水 就这样子 可是总觉得那种感觉 吃起来就是化学味很重 或是太过于实现 那我们自己熬的姜丝 我们自己比较有信心这样子 经过自制酱汁熏陶下 烧烤咸香咸香的滋味 让人忍不住多点上几串 厂内烤台热腾腾 厂外同样热闹滚滚 在半户外的用餐空间 笑闹声此起彼落 让烧烤店是越业越美丽 东西好吃 真的 谢谢 老板的又亲切 谢谢 又年轻又帅 谢谢 老板他都会推荐一些 好吃的料理给 没有地雷 没有被打墙 所以会持续在 顾客一吃上瘾变成常客 很难想象 把烧烤店经营得有声有色的 蔡玉琳 其实是成大研究所高材生 原本的她只有五专毕业 但在高雄务农的父母亲 总希望儿子能有个好学历 并考上公务员 为了不违背父母的期望 她认真念书 果真跳级 考上了成大工业管理研究所 在台南读书这段期间 为了不给家人负担 她决定卖烧烤 帮自己赚点学费 以为能靠着管理所学 把店做好 结果就摔了一大脚 前前后后总共赔了600万 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单纯 你觉得说店开了就会有人来 对啊 因为看到人家店生意都很好 自己发现开了之后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你店开了 其实真的没有人 因为没有人知道 当初贷款数百万 蔡玉琳并和朋友合伙 一口气开两家烧烤店 一间就是现在的露天香村丰 另一间则装潢的美轮美观 餐点虽然平价 但台南人吃习惯了路边小吃 以为她开的是高级餐厅 上门的人寥寥可数 不到半年就关门大吉 我人生很少在设停存点 就是觉得 不管我就是要再继续下去 再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蔡玉琳咬牙苦撑着 最后的三角窗店面 但命运的考验接踵而来 合伙人眼见亏损连连 赶紧落跑 蔡玉琳经验的她 还和老厨师发生冲突 因为她坚持 要从生肉烤成熟肉 包有炭香味才叫做烧烤 但老厨师认为 先炸再烤才更省时 双方做法无法妥协 最后老厨师 还带着员工集体造反 很多厨师计年纪比我大的 讲实在有时候都管不太动 有一次发生就只有我来 然后所有员工都没有来 然后我打电话给她 全部也都没有接 就给你积极去罢工这样子 爆发员工离职炒后 什么事都得自己来 包括上菜市场采买食材 看似再简单不过 但长相就勾矣的蔡玉琳 却被摊商耍得团团转 常常吃亏上当 它们是进口的 它也要便宜说它是本土的 或是它是冷冻的 然后只拿出来解冻 看来要跟你讲 它是新鲜现宅的 可是一开始刚开的时候 其实你根本不会分辨 因为以前几乎没有买菜过 慢慢的 她跟摊商伯诺甘金 挑选有信用的商家 经过十年历练 吃过闷粿的蔡玉琳 现在已经是专业等级 咱们今天海洞怎么办 今天六十 一斤六十 品质好不好 这个高三的 高三的 好的都会留给内行的 跟自己熟悉的 之后烧烤店也换了一批员工 蔡玉琳从厨师身上 学到了新功夫 现在不只卖烧烤 还兼卖热炒 她再度发挥创意 把土鸡肉混搭啤酒 炒得香气十足 意外获得了老涛好评 最后下起锅前就加一些葱 加一些小辣椒 这一道啤酒机不简单 这个皮跟肉这样一咬下去 可以带出那个辣椒的香 她把这个啤酒生火 有一种清香 却没有太多酒味 因为她是真的土鸡Q 她不会说因为有药味 她吃的就是很清甜 搭配成她的啤酒香 吃起来真的是很好吃 另外看似普通的鸡蛋豆腐 蔡玉琳也发挥巧思 把配角变主角 鸡蛋豆腐先炸再炒 加入压碎的咸蛋黄 这道色泽金黄的金沙豆腐 同样让人食欲大开 对 金沙豆腐也非常的好吃 我第一次尝试到这样子的味道 跟一般在外面真的都不一样 吃了真的是你会爱上它 会一口接一口 里面那个是软的 外面是脆的 非常的好吃 从一位成大高材生 跌破众人眼镜 成为餐饮新兵 蔡玉琳十年磨一剑 终于造就出令人赞叹的好滋味 过去认为她是大材小用的成大同学 现在也对她改观 还成了主顾 很惊讶 想说同学应该都是 有的在隔岁组 有的在银行界 金融界 那怎么会做一个烧烤店的 就现在的人会有不同的专长 可能他有一项专长 两项才艺 重点是怎么把这个烧烤店 精英的好 那就是它的能力 它的才能所在 一路走来跌跌撞撞 蔡玉琳烧掉数百万学费 学到成大教师里 学不到的人生磨练 她没有倒下 反而庆幸自己有过这样的创业经验 谁说研究所高材生 就不能在餐饮业闯出一片天呢 热门打卡的台南美食 人气非常旺 一味难求 餐厅是利用两栋联动的老房子 改建的 无论是门板 铁窗花 外观保留了很多充满历史的元素 一进门 屋顶上裸露的红砖瓦 以及木梁 搭配宫廷般的吊灯 老宅经典建筑结合现代艺术风格 让人忍不住想一直按下快门拍照打卡 老板毛耀成 他结合小农食材 还有自制的丸子 鱼侧等 当日现做的锅物料理 主打新鲜冷藏肉的火锅 搭配葱又酱汁吃起来非常清爽 台南是全台湾历史最悠久的都市 不但有文化古都的美名 更是美食的天堂 近年来坐落静香中 以老房子改造的餐厅 更是有一股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 这边帮你煮一下收洗烧的部分 那先帮你开火 那帮你倒入收洗烧的酱汁 第一次来到这一栋 屋灵超过半世纪的老宅 从外观就可以看见岁月的痕迹 而且它的入口不是在正门 而是低调地藏身在侧边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团圆两个字 两层楼老旧的建筑打通 经过整理修复 保留传统古厕的特色 水泥砖瓦 传统窗花 都让整个空间 绽放台式旧时光的气息 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小时候 因为我本身是花恋人 所以就觉得很有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很像那种很老式的那种 就是传统的古宅 可是走进来 因为它配搭的是火锅 所以感觉就是那种新旧混合的那种 冲突美 尽管外头的天气越冷 这里人气越热 因运蒸腾的锅里 沸腾了舌尖的欲望 与其说这是一间餐厅 不如说是回家团圆 感觉更贴切些 在老宅里吃火锅 颠覆一般台南小吃的庶民印象 有着视觉味觉的双重享受 有别于台湾火锅店 几乎都是冷冻肉品 这里更标榜新鲜的冷藏肉 火锅专门店 像我们这一块是梅花肉 因为它完全没有经过冷冻 所以它的结晶不会被破坏 所以它原本的油脂跟它的水分 跟它的Q度弹性都还在 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子 就像温体肉一样 它基本上已经黏在盘子上面了 对 不会掉下来 只见一盘盘冷藏肉 色泽红润 油花分布漂亮均匀 大片大片切得有点厚度 下锅涮几下之后 吃起来充满咬劲 咀嚼中还带有弹牙脆嫩感 每一口都可以感受到肉香四溢 还有自然的甜味 就是为了它的这个冷藏肉的招牌来吃的 我觉得它的肉吃起来就是很鲜甜的感觉 然后完全都没有烧味 那就是可以感觉到就是它的原味 非常好 我觉得它的好就是它第一有肉质的味道 就肉通常有时候我们知道没有味道的牛肉 它这个有完全有 然后再加上厚度很好 不会很薄 然后涮一下那个软硬接好 所以我觉得很满足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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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可以 让客人赞不绝口的美食 是出自眼前长相滋文 年纪大约四十出头的毛又成 他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 原本学商的他当初会开餐厅 有一部分是为了寻找小时候 关于爸爸的记忆 当时爸爸因为在外地工作 跟家人聚少离多 但是只要一回来 就会钻进厨房做美食 这也是父子俩最亲密的时光 就看到他每天做早餐 做午餐 做晚餐 之前也有想过说 他想要在退休的时候 然后可以开一间小餐馆 然后也可以照顾我们家人 然后也可以就是说赚一些钱 这样甩到什么程度啊 甩到它整个就是 它的筋性就很黏 它口感才会比较绵密一点 不黏了吗 对 有一点 有一点 可以再酸 对 除了追求冷藏肉的口感 店里的丸子都是手工制作 一下又一下的摔打 虽然费工 但却相当的疗愈 也让毛又臣走入回忆的漩涡 所以我爸有做过丸子给你们吃 我印象中好像有 獅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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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头也是要垂打的 对 我爸退休大概在六十五岁之后 我才觉得我跟他比较亲近 所以小时候我都会大的印象就是 两三个月回来一次 那回来的时候我都很紧张 因为我妈都会跟他投诉我的状况 所以回来我就是被打 四年前爸爸因病离开人世 他想要开餐厅的梦想来不及完成 为了实现爸爸的愿望 在姻缘忌讳之下 毛又臣跟朋友合伙开西餐厅 但经营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里面不合只能拆伙 我想说OK啊 他们既然不做了 我就接下来做 硬着头皮接着 接着吃到才知道 哇 原来后面的厂商货款 大概有一两百万 都还没给厂商 虽然是一个烂摊子 毛又臣选择去面对 但人生有失就有得 他也因此认识了人生的伴侣 我是很喜欢在成大 成功大学对面那一个区域 那边有个十八巷 那有一天就是 我就看到有一间 很大很大的房子 然后后来它那个布条 一拉下来的时候 我看到是一间 很漂亮的西餐厅 回想起两人认识的经过 罗介文不禁露出甜甜的微笑 因为两个人都很喜欢旅游 交往期间 吃遍了京都的美食 回台之后 就开了一间居酒屋 吃牛肉吗 牛肉我吃 牛肉我们现在 主要三个部位嘛 一个就是牛小盘 当时台南还没有到地的 日式串烧店 所以一开店 客人就口耳相传 生意也渐渐的上了轨道 除了美食之外 毛悠尘和太太罗介文 内心都有一股念旧的因子 对于老文物 老宅所散发的特殊氛围 常常无法抗拒 我看你们餐厅啊 它的建筑很有特色耶 对啊 因为我跟我先生是 道地的台南人 那我们也都很喜欢 台南的老房子 很有特色 很有那种感觉 它风味對不對 对 就很像小时候 我们在阿公阿嬷家 那种三合院的感觉 对啊 而且它这屋底啊 就是砖瓦 一柱一梁都很有特色 对 这个都是当初 我们保留 它原本建筑的屋顶跟砖瓦 就是这房子大概 已经七十多年了 当时光是整件 就花了将近八个月的时间 这时孩子们也陆续出生了 毛悠尘和太太 为了追求原味天然的食物 于是想在老宅 开一间日式火锅餐厅 也因此特别到产地去 寻找无毒或是有机的食材 食材的溯源上 就是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是有用心去找 每一个消费者 也都像我们的家人孩子一样 所以来吃 都是可以吃到无添加的东西 于是他们走访全台湾 拜访小农 了解饲养的生长情形 像是屏冬的无毒虾 台南龙旗放牧土鸡 或是云林人道饲养的猪汁 对食材来源严格把关 有了好的食材 前置处理也不马虎 这也是由我们台湾养殖的红旋 那这个红旋是来自于嘉义 对 有一次我们找了很久 有厂商 因为它后腿这两只 是比较强壮的 所以我们抓住它 然后往上剥 那再来就是它的腮 因为很多人螃蟹 对 它会直接 就是给它揪进去煮 它都不处理 因为我们之前 还是要先把它刷洗过 因为它还是 有一些枣类的东西 在身上这样 除此之外 因为讲求单纯原味 火锅的汤头 每天都要用大量的蔬果 熬制五个钟头 基本上我们都一定是用 北海道的日本昆布 那跟它 北海道的柴鱼 对 跟一些蔬果 那我们尽量就是 以在地的食材 就像蔬果一定是 台湾的小农的蔬果 昆布的话基本上 第一个它一定是要 比较干燥的 那包括你要看它上面的 一些粉状的东西 对 代表它会越新鲜 这样子 我们的汤头是比较优雅 比较清淡的 因为我觉得反而能 襯托食材 它的原本的味道 将日本大葱 水菜 红萝卜等新鲜蔬菜 一起放进昆布汤锅里 煮出来的汤头 是淡淡的鲜甜 搭配红薰 无毒虾 蛤蜊等 有着满满的海味 煮好的配料 也能沾上特制的葱柚酱 香到的清爽 也颠覆一般台南人的口味 就是我们小时候 然后阿嬷 老人家很喜欢做一些 醋的东西 酿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把它做柚子 这也是因为 我们去京都的时候 那我们去一家餐厅 它非常有名 它是用柚子去做的 火锅跟蘸酱 那我们想说 其实这个东西在台湾 台南这个地方 其实还蛮适合 台湾人的口味 那我们又想要把 一些阿嬷的 一些酿制的东西 做传承 所以我们就把它结合 可是我觉得它的东西 吃起来就可以吃到 食物很原始的那个味道 它的那个蘸酱 都是可以吃得到 那个柚子水果香 很天然的那个味道 所以每次来这边用餐完 都觉得身心灵 都得到喜敌的感觉 它这边肉吃起来就是很新鲜 然后很软 因为它是做冷藏肉 所以说它就不像外面的那种 冷冻肉吃起来比较粗 比较柴一点 我就住在对面嘛 那这个房子真的原本是 七八十年是没有人住的 我是非常的这个很赞佩 就是这个毛老板 他愿意有很大的这个愿景 把这么样一个老房子 我们台南有生命力 有灵魂的这个老房子 重新的去改造 我喜欢新旧 冲突 我外面是旧的 可是我到里面 我觉得原来别有洞天 里面的设计 跟外面是完全不一样 有些时空背景的交错 用美食思念父亲 肩负传递食材的价值 毛佑城选择挑战自己 延续老宅的生命与文化 客人愿意等一个小时 就是为了这一碗铺满 整个碗工的限量鸭腿饭 鸭腿肉刻意切出 0.2到0.3公分 口感咸香软嫩相当下饭 经常不到半小时就销售一空 年过六十的老板凤姐 卖鸭肉饭十多年 曾经遭逢婚变的她 独自称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她是如何走出伤痛的呢 带您来看她的故事 你一个陪伴 好 谢谢 拜拜 她们的人潮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都要提早来派对 不然都买得到 我们从基隆 基隆来 對 连排多久了 我们 十点多就来派了 十一点才赢 因为我们十点多就来派对 客人复习远从基隆 从沙到台南都要吃的 人气鸭肉饭 常常店还没有开 排队人潮一路从店外骑楼 排排排 排到大马路上 为了是这一碗 CP值破表的爆量鸭腿饭 一整支的就是鸭腿 然后整个摆在上面 很超级 很快就销售一通 对 大概是 我们大概很幸运点 到最后一两只吧 每天限量的秒杀鸭腿饭 客人排队排到店里餐台前 摇滚区的客人 每双眼睛都直勾勾盯着 凤姐和店员包便当 眼神压力实在令人无法松懈 有 一定会有压力 那怎么办 因为还没准备好 有的九点多来 我说你们太早了 我们十一点才有营业啊 所以我们就跟她讲说 你可以先去回休息一下 想吃凤姐的鸭腿饭 一定得耐得住杏子排队 因为每只鸭只有两条腿 每天最多只卖二十只鸭肉 所以很快就销售一空 凤姐的鸭肉饭 能吸引涛客排队抢购 秘诀就在她使用 这一锅入白色鸭汤烹煮鸭肉 都是用鸭汤而已 纯粹鸭汤 就是鸭肉 清的鸭肉下去煮的 煮出来之后 汤才会浓厚 鸭肉在牛奶色的高汤焖煮 煮到散发淡淡的鲜肉香味 鸭皮鼓溜光滑飘出肉香 经过冷却 颜色变得深沉有黄 鸭腿要好吃 片肉的厚薄度 更是美味的决胜关键 腿的运动量是最大的 它的吃起来比较Q 所以就会把它切成大概0.2、0.3公分 阿从片鸭肉手起刀落 每一片厚度都拿捏得恰恰好 完美的黄金比例 看得出刀工相当精细 以前她是餐厅主厨 自然对食材美味相当刁 一碗爆红的鸭腿饭 淋上鸭油卤汁 迷人的肉香滋味不停勾人食欲 每天限量的鸟虾鸭腿饭 去骨的鸭腿肉铺满整个大碗弓 几乎看不见白饭 光看就知道凤姐用料相当实在 每片肉切出0.2到0.3公分 鸭肉油油亮亮的 单看就令人食指大动 吃来皮Q软嫩 有淡淡的鸭油香味 虽说是薄片 但嚼起来不会没有口感 不老不柴相当下饭 它的鸭肉就是有一点甜度 然后有蛮残牙的 然后再搭配它的鸭皮 有一点就是油脂的湿润 所以一进去的时候是 口腔是蛮舒服的 然后搭配它底下的那个梅干菜 然后吃起来就是觉得很不腻 吃起来口感很好 然后很滑嫩 然后咸度也刚刚好 然后它每一块都切得 就是厚薄度都一样 所以它的口感很适次这样 它还蛮划算的 这样一个鸭腿饭才一百块而已 然后里面又有那个菜 然后又有那个蛋 那个梅干菜很好吃 然后饭还要淋那个鸭油很香 客人来店里还会点一碗 现切的鸭肉饭 摆入笋丝梅干菜和鸭肉丝 简单的味道堆叠出迷人的风味 带皮鸭肉口感Q嫩 有浓郁的肉香咸味 香Q的米饭 或者香浓的鸭肉丝 香甜的油脂沾黏舌尖 肉香咸味完全浸入味蕾 吃来口口生香 客人还会搭配每天现熬的 当归鸭汤 浓重的药膳香味 迎面熄来 喝了暖胃也暖身 汤头的话我觉得很浓郁 不像可能外面 之前喝过的水水的 没有什么当归的味道 也没有什么鸭香味 可是这一个 这个我喝起来是非常浓的 就是一口鸭肉饭一口汤 那种很舒服 很爽快的 2 4 4 1 2 4 6 6 在吗 天天订单大爆满的 鸭鸭腿饭 一碗百来源就能吃得到 这在物价飞漲的年代 可说是相当实惠的庶民美味 现在景气不好啊 想说给大家吃乳 小时候因为很辛苦 知道赚钱真的很不好赚 过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想说多用一些给人家吃 让他吃乳 这样更重要 年过六十的凤姐 小时候住在桃园大园 家境贫苦 从小就在外打工负担佳绩 没想到五十多岁经商失败 婚姻又触交 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跌入谷底吧 差一点爬不起来 后来想说我爸失败膀 他就要赐我狗的儿子 我想说再苦我也要忍过来啊 那时透过朋友 辗转来到台南发展 只是生活困苦加上身无分文 每当夜深人静想起故乡的父母 心中还是很想回家 只不过经济上不允许 可以赚一些钱 然后可以回去孝宿爸爸妈妈 可是我妈对不起走了 走了让我很难过 如果想到她 我就会想要哭 因为我妈很疼我 她说我是老大 她知道我小时候很辛苦 她不希望我过得那么辛苦 结果我还是过得那么辛苦 给她看到我心里很难过 来不及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心中的哀痛 有好几年无法走出来 幸好在最艰困的时刻 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干爹 不仅夫到她 白姐心里的伤痛 还和干爹一起经营小店 赚点微薄的收入过日子 大姐她也是很认真的 为了要过生活 她做事就是很按部就班 对每件事情她都很坚持 像是乳梅干扣肉 凤姐特别挑选厚实的猪五花 每一块都厚切 炒的时候才不会松散没有口感 一点点 但是品质很重要 为了要做才好吃 品质很重要 所以明明就这样自己手炒 对 你这样炒得要炒多久 差不多二十几分钟要 厚实的猪五花在锅中热炒出 震震的肉香 光看就令人提振食欲 梅干扣肉要先炒再卤 虽说一天要卤两大锅 成本高又耗时费工 但凤姐依旧坚持好品质 要用几桶压 两天就一桶 两天一桶压吃 两天一桶压吃 两天两天半 快三天就没了 这样成本会不会很贵 会啊 会啊 会会 是啊 还要给客人好吃的 要给客人好吃啊 客人好吃的话 只要他一个上品 我们就很开心了 凤姐用心制作的梅干扣肉饭 有一块焢肉和半颗卤蛋 再配上笋丝和梅干菜 经过四小时慢卤的焢肉 一层肥 一层瘦 一入口香甜的油脂在嘴里融化 淡淡的梅干菜咸味 融进了香嫩的瘦肉 吃来味道相当合拍 闻起来是很香 然后吃起来的话 再搭配它的那个梅干扣肉 拌下去整个味道 密食在一起的话 是整个都非常好吃这样子 客人吃饭搭配的小菜 还有这盘油油亮亮 肉片切得整整齐齐的 白斩鸭肉 阿丛的极致刀工 画出一片片厚薄度一致的 香嫩鸭肉片 远远一看 还真像是一件艺术品 幾乎是没有腥味 然后吃起来蛮甘甜的 然后就是 因为鸭肉会感觉比较柴嘛 可是它吃起来就不太柴 然后就很像平常我们吃 腿肉的质感 很鸡腿肉 对... 很滑嫩 二四六七 来 你两个腿饭 一个烤肉饭 两个肉 好 谢谢 老板娘 感谢你 鳳姐现在卖鸭肉饭 算是卖出了名气 很多客人都是大老远 跑来品尝 成功的背后 有她努力打拼的精神 还有懂得知足感恩的心 我也很感谢小弟 他很认真 他很认真去切那个腿 可能... 不贤短骨 他就是要等他去腿 所以很抱歉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鸭肉既然做到现在这样 人家一直长 我就不敢长 就是因为我想说 肯定很多人 他们可以买 我们就把鸭肉给他吃 鳳姐是辛苦过来的 所以很能体会干苦人的心酸 一路走来 能有这样的好成绩 最感谢的是陪她一起度过 每个关口的朋友 还有养育她长大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很不舍得 既然我没办法在身边 孝顺他们两位老人家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我最遗憾就是这个而已 对 所以人生的路真的很苦 但是也是要撑过来 或许人的一生 就如同鳳姐说的 要经历过风雨的洗礼 才能看见斑斓的彩虹 人生很苦 有失败也有痛苦 但只要努力挺过 得到的总会是 令人欣喜的滋味 红遍全台巷口夜市 最强的平民小吃 东山鸭头 创始店在哪里呢 就在台南的东山 这间路边摊 每天下午一点钟开卖 排队人潮没有停过 而老板娘 蓝眼美云 剁鸭头的手也没有停下来过 卖了一夹子了 这间店只卖鸭头 鸭翅 鸭脖子和鸭脚四样东西 卤得透实 吃起来 軟嫩又Q彈 裹了一层蜜糖的外衣 色泽更是诱人 到底东山鸭头 是如何红遍台湾呢 一起來看看 頭 脖子 翅膀 脚 真正的东山鸭头 只有十四样而已 很多人要吃我们家的鸭头 我也觉得很欢迎 很感恩 八个冒烟的锅炉 当糖色变成了酱色 是美味的痕迹 椅子排开 嚐嚐棍 鸭头100脖子200 帮我放一个头 在那个150那边 鸭头脖子 等等等总是排队的人潮 夹夹夹慢来可能就吃不到 现炸的鸭头鸭翅脖子 鸭脚子 鸭脚 只埋着四样 这家位在台南东山的 东山鸭头 正宗第一家 客人总是不会走错 我有买鸭脖子 然后也有买它的鸭头 对 都很好吃 它的口感比较入味 然后比较甜 可是也不会说很腻口 我是东山人 我从以前就吃到现在 像几年 20几年 所以它是算第一家吗 据我所知是第一家 假日的话都会排大概 五六十公尺 每天下午一点开卖的摊位 客人很多 但大部分都匆匆拒绝采访 因为这个美味是卖完了就没了 不想时间怎么吃得到 摊位前总是笑脸宜人的 就是东山丫头创始媳妇 蓝颜美云 从民国六十三年接手之后 四十六年来 还会在他一点一点一 創造出东山丫头的奇迹 第一家 我那时候 我二十几月出来买的时候 像我們有30歲那時候 剛好我們台灣剛好的實在建設 實在建設 大家減一下 有工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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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工程很多 那時候做工程他們台北 如果有工程都會想喝一杯 熱天退火 退火 現在就都來買我們的阿頭 你也要用這樣稍微焦 這樣 比較鬆 對…這樣比較鬆 很大耶 對啊 所以這個不可以 盡量那個水杯都賣掉 賣相比較好 如果這個不夠賣的時候 沾不夠賣的時候 我都不敢吃 給別人吃 給別人吃 一句不敢吃 道出了藍顏美雲傳統婦女的特質 從27歲做到71歲 少女熬成婆的這段歲月 她對東山鴨頭的情感 從來沒有變過 鹵的入味是回客率最大的原因 藍顏美雲賣的鴨頭脖子 就是比別人大隻 招牌鴨翅香嫩韓牙 隱藏版的鴨舌頭也是極品 讓人吃了就停不下來 藍顏美雲的公公本來是賣各式滷味 由她接手後改指賣鴨頭系列 沒想到越賣越順手 客人也越來越多 竟然一傳十十傳百 成了東山有名的美食 這個小鎮美養鴨也靠東山鴨頭文明全台 這個鴨子這樣鴨都要有一個小鴨 不是說這樣親自這樣鴨 你如果不這樣鴨 牠不會像我們這樣鴨 牠這個鴨毛金面就沒辦法去做了 一定要手工這樣鴨 牠比較有毛就鴨太久了 鴨三四分鐘一隻 鴨三四分鐘也不能鴨 有時候一隻幾秒鴨就好了 那時候鴨的鴨頭跟鴨的鴨頭 就不一樣了 那時候鴨的鴨頭比較小 鴨鴨的鴨頭比較大 現在還要灑魚鴨頭 灑魚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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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自己一個人打拼 到現在有能力請員工 來年美雲生織這一切得來不易 以前的小廚房 擴建成二十坪的廠房 拔毛 汆燙 乳汁 每天一早就開始大大小小的工作 現在我們在這個東山鴨頭 他們在這個滷製的過程當中 這裡廚房是非常的高溫 我們人其實在這邊沒多久 其實就滿身大汗 其實他們在工作的時候 都不太能夠跟我們講話 因為他們要隨時注意這個洗鍋 然後加料 然後最重要的是試味道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兒子跟孫子 他們都是不停的去傳承這個阿公 然後他們傳下來這個味道 所以他們就慢慢的試 那老闆娘她現在其實已經是 比較是退休 然後在幕後的狀態 所以這由他們家的就是兒子 然後孫子一直傳承這個 非常有名的東山鴨頭 從小就看著那個 對啊 從小就看到她 太大就會嬌啊 太小就不行了 因為要滷很久嘛 所以要一直在旁邊看 東山鴨頭市面上有很多 滷包之類的啊 就是滷誰都會滷嘛 其實主要還是看工夫 可以一步這樣 我們這個孫子要出塞了 身為第四代傳人 蘭玉傑對自家的丫頭信心滿滿 反覆示味道練基本功 蘭燕美瑜的老公和兒子 身性低調 加上魯之石也得十分專注 活活狀況 所以面對鏡頭的事 總交給這位蘭家好媳婦 其實我們的丫頭是客人 剛才人家這樣跟我們穿古業 都吃得好 都覺得很好吃 這就是我們的滷料啊 那裡有糖 裡面有八角、鹽糖 現在要把它倒下去了 就是不要漲那麼多 對… 八角鹽和糖 倒入第二次開蓋的鍋爐裡 整個過程需要爐製至少四小時 許多事情說破了就是 蜜方兩個字 而這個蜜方是蘭家族傳四代之寶 火候色澤、響起滋味 需要靠經驗來體會 鍋爐上的醬色 更是美味沸騰的痕跡 現在第一次的蜜方都好 待會兒勾起來 就來撈蜜蜜 我感覺非常安慰 因為我們的孫子在台北北 他知道說 他一定要跟爸爸做這個 沒有爸爸跟我們 我們兒子做這麼多 有時候真的比較辛苦 我也很感謝這些蜜方 就是有這些蜜方 當我們今天生長期的在這裡 說到東山就像東山丫頭 抱持感恩的心 身為蘭家的媳婦 蘭妍美雲一肩扛起生活重擔 當年和先生蘭五雄的正門親事 其實大家都不看好 年輕的蘭妍美雲頗具姿色 有朋友都介紹醫生老師給他認識 但他偏偏卻愛上 在工廠上班的蘭五雄 人家說阿嬤都是稍微缺一下 不然你怎麼走怎麼走 我也是以前回家 以前是公公在做啦 公公的那個學家館 我做到鄉公公的賣民 那時候也沒出去做不可以了 我婆婆一句話跟阿公 她是跟我說 我如果沒出去做 她要... 我們買菜 吃飯要怎麼辦 就像鄉土距離的戲碼 真實上演在蘭妍美雲的人生 先生年輕時 愛玩在外面欠債 只能長期住在工廠工作 靠微薄的薪水 還要養公婆跟三個孩子 為了一家人的溫飽 她也只好下來幫忙公公的 丫頭滷味攤 一天最多的都儲我五六百塊 六七百塊而已 有人來問我一四人 是什麼為了 我覺得心會鬆的就是 覺得說 我那時候回家打招 學生叫我背駝 我沒辦法背他 如果妳沒背 算是小孩很不可以唸書嗎 沒辦法 對 很難過 真的不好過 真的...真的是家庭那時候 很難過 每天兩三點要起來備料 一個人包辦所有工作 藍妍美雲根本無暇休息 每天工作二十個鐘頭 不只是沒時間陪伴兒子 連自己都還做到 假狀線失調 差點暈絕 會這麼拚命 實在是不想被人看不起 來自我和家人家人家的餐廳 都寄得 rather有的 現在還 STEM 算是回來這道 看我在這裡賣爛牆頭 就這樣跟我說 你以前這樣這麼大 сб爛牆頭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我那時候他們說不... 不要牆頭也不怎麼樣 我打招 我打招 坐牆過那也沒關係啦 我那沒關係 我都不會覺得怎麼樣 努力的做 任憤的做 熬了三年在口耳相傳之下 生意終於慢慢有起色 先生也辭掉工作回來幫忙 師兄這個口味是我們老公 我先生他把他演化出來 他對這個吃他真的比較有研究 他就覺得你這個老頭 要做到讓人會吃想要再吃 你要他做到什麼程度 讓他吃起來的香味 人家會吃想要再吃 傻傻啊走 老天爺似乎也看到這份傻勁 男家的丫頭搭上台灣70年代 經濟起飛時期 生意是越來越好 不只是本地人愛吃 連外地人都知道 東山有貪賣丫頭鴨翅的貪車 大家是追著這個味道慕名而來 吃雞賣不會怎麼樣 那個人的牌子很長 我就頭上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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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好 這樣人家可能差不多了 我們人家比較少 我腳下跌倒要睡不著 跌倒要看 我都沒有體力 真的很辛苦 我想我沒有人家 你還要14萬千來 讓我擠一顆你們再再來 可以買100元嗎 可以 好 那頭100元或是200元 我們這裡都沒有在睡 我會睡覺 比如說我這個玩家去這條路 才有休息一天而已 工廠到攤子 日復一日的生活 蘭顏美運過得很快樂 他從來沒想過會靠賣丫頭成名 從東山紅到全台灣 現在他已經學習慢慢放手 交給第三代 第四代去做 丫頭之外的甜不辣米雪豆干 也有女兒店在研發製作 東山丫頭在小鄉鎮裡持續飄香 一家人都沒力氣 現在我覺得老天爺對我很好 我很感恩 很感恩還要再照顧 小地方的大美味 也可以創造出經濟奇蹟 那是一種擄到極致 滾出精髓的堅持 更擄出了屬於蘭家四代的 丫頭人生